我当时为什么凌晨三点一个女生睡到公园里面 就是因为十几天创业失败被房东赶出来了 现在很多粉丝都在质疑樱桃姐 电商真的这么简单吗 我跟你们讲哈 相比五年前来说 现在电商确实没有那么牛了 无庸置疑 但是你想一想 大哥们现在都什么时候了 2023年了 你说你除了去做这个 你还能去做什么 你还有别的选择吗 其实像我们这一代人哈 但凡你是从草根密集的 都是做电商里做铁了 因为现在实体根本就没有机会 就像你现在你去开一个实体店 其实说实话没有一个一二十万 根本就搞不起来 我当时为什么凌晨三点一个女生睡到公园里面 就是因为实体店创业失败被房东赶出来了 但是如果说我们去做蓝海电商 可能你只需要一万块钱都不到就够了 就像我身后这些土地一样哈 而且他没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投入 他要比实体的投入成本要低很多很多 可能很多人会反驳 樱桃姐说 哎呀现在电商真的是太卷了 没有那么好做 没有当时那么好做了 我告诉你 实体的倒闭率和亏损率远远高于电商 如果说你想实现空余时间去多做一件事情 你想去草哥逆袭的话 电商它真的是一个不二之选 如果说你现在手上没有太多资金去投入 没有太多经验的话 那么你可以干什么 你可以从蓝海电商做起低门槛 就是适合我们这些普通人 这个呢也是我们公司现在正在做的事情 我的很多土地都是在家一部手机 每天用空余时间的半个小学来做这件事情的 首先它不用你同货不用你进货 不用你发货也不用你露脸 它更不需要一个很大的一个投资成本 只需要你去用心还有执行就够了 选到优质的产品就已经成功了 80%了 2023年一定是电商时代 粉丝们为淘姐短视频电商的话 直接点击左下角 或者说点击淘姐主任粉丝群就可以了